国语有生善书 南天虚原唐善书 事态迷失于省觉 主著先佛为张国老先翁 第三三章 疑惑人间 张国老先翁匠 世人不知有没有觉察到一种很奇怪的现象 甚多的事都是被一些低知识分子 或高知识分子牵着鼻子走 这就是目前生活的乱象 也是现今社会值得省思之处 像是修持来说 甚多社会高知识水准者 被一些低知识水准的人牵着走 还洋洋得意 认为自己已有了修的眉目 有了修的成功条件 而洋洋得意 诚不知自己是在授余中进修 自己是在授余弄中错误地走着 像是现今社会大宗教或小宗教的大主持小主持也好 你有没有打听过他的底细 到底肚子里有多少学问 到底他修行的根基深厚如何 盲目地跟从 还认为自己是对的 而他的学识 领悟力可能没有你高呢 你跟这种人能学到什么 主要是学其如何骗人赚取善心钱的伎俩 难怪乎现今中部动不动就有鸾塘成立 设立各种正道的把戏来骗取善心钱 这也是如今社会容易被骗的地方 也是事态该醒觉之处也 再说一些高知识者 以言讲或座谈谈些理论的东西 让你听了物煞煞 然后借以低价品卖以高价位 或言可美容 保健养生 钱花了 却无效上当 其实也并不是完全没效 有了些许效果 就大吹大泪天花乱坠 说他的产品以博士身份保证 一定有效 再多钱也甘愿授予 世人当之每个人体质差异不同 每个人保养方式有益 所以没有万灵丹 没有全灵药 还是得靠修持以养命来的老靠 修的目的在于能减少疾病 减少老化 放开心情自然可做到 事态之坏 已进入了以各种方式 你骗我夺的阶段 能不细加省觉乎 由于现在道德低落 许多家庭不和 小孩不听话 愿此本善书事态迷失与省觉 可以让大家知道要如何落实生活修道 望大家可以求修大道 亲口吃素 持戒功德大于不失功德 希望大家要替自己生前筑集灵修院 与超把祖先与有缘魂道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或好天子寿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可永托轮回 好天子寿灵修院可进入弥勒净土内院超越生死 小编整理末法书 一一贯天道 求道者 天堂挂号 地府抽丁 求道人的祖先可从地狱离开去藏藏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前程修道者 可以回天考验而正果 若没通过者可至少到寄功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 仍杀生 造恶者 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 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亲口后则有两位 入伦道五庙明正堂 拱恒堂 虚元堂也相同类似树立 二 消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怨颤般之外 还有一次拱恒堂与五庙明正堂之树立 拱恒堂之法会荣誉总功德主准与消七世因果公案 或者消除业障 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 冤亲因果 并延寿一百二十天 拱恒堂圣书县世报律立 五庙明正堂圣书 效劳注印千本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 三 积累功德 除了三不识与真诚来做无违法行善之外 注印拱恒堂圣书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注印南平山游记累至二十德 准与转为因德 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四 抄拔与生前住籍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尽修之重要方法 五庙明正堂 无极老母从无极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恒堂 由浩天观黄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住籍或超拔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关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狱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住籍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免于打回地府地狱 有各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望大家把握机会 皆望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 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一赤拱恒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住籍往生弥勒净土 住籍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声 拿谋弥勒尊佛后回向愿往生净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重 以弃天心 南天虚元堂之庙院已建成 希望大家可才不失护持庙堂之永续 多住印善书光临虚元堂已受先佛普照 相关资讯可至南天虚元堂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